一到冬天我们这个屋特别冷 小猫的冷不瞑目 冷的 冷的说话了 别给你改造啊 改造就好了 是否当流浪过 差仰杀伤好 是快将搞错的羽毛 就快可同步 晚台起 欢迎吞吐 是就这么可感应到 We'll fall in love girl 却时日摆布 迷梦的旅途 我们这个地毯铺都差不多了 还好 长夜长期 才缓慢拥抱 是这种清智的爱梦 多么 喜与说 我们这个地毯铺都差不多了 还要修一些边边角角 现在小猫咪已经很嗨了 一直在地上玩 小刀太搞笑了 你们三个现在是一个姿势 爷爷 看我们小黑 就睡觉了小黑 小黑啊 你的素材少绝对不是因为我不拍你 你找个地儿就睡觉了 你找个地儿就睡觉了 就是拍呼伦跟拍小黑的手感完全不一样 嗯 就呼伦好像拍了一块骨头 哈哈哈哈 然后呢小黑同学呢 就非常的肉实 你的脚也非常的肉实 OK朋友们 我们现在地毯已经铺好了 这也算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波小小的改造 那我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 今年我们还想做些什么吧 除了给小猫咪做爬架 做一些玩的这些常规的东西 而且要跟大家分享之外呢 我们对这个家里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改造计划 这样吧我带大家出去看看 之前我们不是在这里开了三个小的猫电视嘛 也算是小试牛刀 就试一下这个房子直接凿窗户 然后呢效果是不错的 但就像很多朋友说的 它还是解决了一点点的采光问题和风景问题 总的来说还是在看我们这个院子这个方向 所以呢我们准备在外边再打一个窗户 我带大家出去看一下 就是这里我们现在猫咪快乐屋的外墙上面 我们准备把这一块全部拆下来 换成一整块的玻璃 这样子的话小猫咪在里边可以看到藏衫 看到外面的庄稼地 他最近油菜花都开了 可以看到丁大树的家 然后这边也平常会有很多小鸟什么的 然后我们再转到后面去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想把那个地方的窗户也打开一块大玻璃 看出来呢就是这三棵树 经过我们这一年多的观察 这三棵树上有松鼠窝 非常多的松鼠在这边活跃 还有小鸟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小松鼠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一点 前边就是我们之前那块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但我们现在不准备搞那块地了 也有了妈妈新的院子 我们直接搞那个院子就好了 但这个方向呢是一个楼都没有 能看到山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准备把这个房间 就是我们原本的工具间 这里也改造一下开一个窗户 这样小猫咪可以在这个位置看这边的农田 看山看大自然 而且这个方向因为是南朝南 所以这个采光非常好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窗户开了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房间将会是我们全家采光最好的一个房间 我们俩人在做视频 我妈居然给送饭来了 外卖是不是 专属外卖 我妈你也不开轮 我吃下两个糖饼 糖饼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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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捏就全碎 我都不敢动 就着吃啊 哇 还要猫玩是吧 我们家没有别的玩只有猫玩 今天我们吃的是马蹄面食馆的外卖 关键是这个外卖我没点的呀 爛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能说了 今天追着这儿来问 我记得不过的 什么豆 哦呦 一拍就上去 嗯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生活工作 到底有人给送饭 嗨朋友们 今天是农历春节前最后一次 我们想给家里再添一点开花的植物 增加一点过年的气氛 天桃鸟和两个杜鹃 这个杜鹃送给我们的房东大哥 他的火锅店今天开业 送一个小礼物 大家知道这棵是什么吗 这棵是苹果树 我们决定听大家的建议 在宴子里搞一棵 这样我们不就自给自足了吗 好了 我们现在先带着这棵 送房东大哥的 然后这一车 待会儿师傅送 今天买了这么多 花了一千块钱 快乐快乐 似乎的座位变成了花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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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在前台 漂亮 漂亮 一有空你们就随时过来 好的 好的 不知道 因为进来就随时可以吃了 好的 你看一回来你们你们就 好的 一定过来一定过来 收音听到了吗 好的好的 要一定给你品尝一顿的 哈哈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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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看一下 哈哈 这都是惊喜 嘿嘿嘿嘿嘿嘿嘿 看这是什么 哎呀 玉了 嗯 柠檬 有果呢 上边 你看 哎呀 这个好 过年 这个好 嘿嘿嘿嘿 漂亮 最重要的一棵要来了 还有一棵大棵 你怎么猜到的 买这么多花多少钱 等会再说钱的事 这个圈我只是叫你死多 三分之一谢都没有 嗨朋友们我们都种好了 看那一棵是柠檬 今天新种的 然后中间是梁梅 这棵是樱桃 然后正前方这个 白玉兰花 这棵是枇杷 还有李子 李子树已经发芽了 鞭杆上有好多嫩眼的 那这里也有 刚刚那个苹果树 起播 看那 哦 那给你种的苹果树 好好的 你想给你自己去取 吃五个也行 嘿嘿嘿嘿 今天是晴天啦 然后我们刚刚呢 把每个小植物 都布置了一下位置 天堂鸟就放在那边了 因为我们客厅的这半个区域 现在是比较空的 其实也没想好要干嘛 所以先放一个大植物 放在了这里 镇镇厂子 然后它的旁边是虎头栏 那个是我们在三月街赶集的时候买的 哦 三月街赶集的时候 还买了这个烤火凳 然后呢我要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凳子是怎么买到的 先买了个花 这不算什么 重点是这把椅子 就刚刚有一个卖扫帚的大叔 坐在这个椅子上卖扫帚 一夜过去就跟人家说 你这个椅子卖不卖 然后那个大叔说不卖 那是他做的 他就软磨硬泡 让这个大叔 把他的这把旧椅子卖给了我们 于是现在这个大叔 于是现在这个大叔 站在那儿卖东西 上班上的座就卖了 就这个大叔 就那个大叔 就这个大叔 现在工位没有 哈哈哈 院子里边的小植物 今天也都晒到了太阳 挺好的 我等会儿要给他们再浇一点水 然后我们把车也停进来了 我准备要给我们的车洗个澡 今年是马姐第一次在外地过春节 虽说不用像以往那样 操板一大家子的年货 但按照老一辈的习惯 年前 家里里外外都得收拾干净 马姐在做饭 不是还在腌菜 哈哈哈 而我们俩忙着工作 直到年前两天 才想起来答应过妈妈 种树和洗车 是的 在马姐眼里 车玻璃就跟家里的玻璃一样 得符合洗干净才能过年的标准 所以你们还记得上期视频里 大年初一带她去看电影 还有多嘚瑟吧 说真的 说真的 妈妈习惯了以往的春节 一大家子 今年只有我们仨 她挺不适应的 于是这个假期 我们索性也给自己放了架 妈在这儿给狗放花 多陪她逗逗闷子 希望下个春节 她还愿意和我们待着